來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幾個 就是我們可能老師 因為您除了做教材還要上課 對不對 上課怎麼讓人家吸引人家看你是個很重要 那這裡呢 我跟老師稍微準備幾個 我比較常用的 事實上我有用過那個螢幕上的教編 教編很久沒用了嘛 但是可以在螢幕上用啊 又不會打到很多人 就不會被告嘛 好 那我主要是用這一個 舉多 那老師您這個電腦上面是放的是這一個 叫做Point2Face 這個也很好用 那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怎麼用 您看如果您是比較 您覺得說我不太想要計快速鍵的 其實我倒是建議您可以用這個 有沒有 點了是就有一個START了 好的就是在這邊 等你要用的時候 隨著等你要用就是 欸比如說我在看這個畫面 那我現在用呢 按下START 有沒有像我們現在一般 那個新聞節目或政府 政府節目 就有一個那個啊 電子白板啊 對啊 你就看你要什麼顏色什麼大小自己就畫下去啦 欸比如說我們現在 欸同學我們現在看這裡喔 有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嘛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如果你要比較 紫綿一點的 我就在這邊 那麼它的這個顏色 顏色部分 兩個左右顏色一個是什麼 叫做 欸 螢光底 右手邊這個是實心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這個 在這邊畫過去有沒有 這個字還看得到 這是螢光底的效果 那如果您是用那個右手邊的 你會發現反正它都有兩個顏色嘛 好 右手邊就是直接蓋過去了 直接蓋過去了 那當然打字啊 怎麼那個都OK啦 欸這比較沒問題 如果說您畫好了這個重點之後 直接拍照純打 下次同學問我 就不用了嘛 把它拍下來 然後就傳上去說 喔 我們這節的重點在這裡 呵呵呵呵 這樣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呢 對 所以其實老師可以有很多方式 就是說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可以做很多變通嘛 那你會發現這個看起來好像 那個字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少放一個東西 因為這是德國貨 他沒有放那個語 翻譯的那個語氣給你 好那 所以沒有 我的檔案裡面有放 如果老師覺得這樣可以的 你可以繼續用 如果覺得不行的 在這裡有沒有 免費老闆有個 這個 眼鏡藍 有沒有 Point to Point to face 有沒有發現我裡面做一個這個 我的打開 是中文的 呵呵呵 其實他比這樣而已啊 會德文的不用啦 就那個檔案就好了 不會德文的 多一個RNA 語氣做翻譯而已 所以做翻譯 那他會有那個中文的說明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那當然他的缺點就是說 人家會看到你是怎麼用的嘛 會怎麼用的 那所以呢 我們介紹另外一個給老師做個參考 叫做這個 那這個我先講一下啦 虛擬叫邊 這叫叫邊啦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在用的時候 就是 滑鼠那邊指是不太清楚 你可以搭配這個 搭配這個我在指哪裡 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偶爾用一下可以啦 那我在那邊先把它點開 好 我主要用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叫Runit Runit 那他會 如果您執行的時候 會像 您下面這邊看到一樣 會有一個 這裡 會在這邊 會在這裡 那我喜歡用它 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好處是 別的軟體目前沒有的 我們剛剛那些 把它畫起來之後 有沒有那個畫面畫起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畫面你是不能操作的 也就是說 好像要我把它拍照 然後在上面指給你看 今天我要繼續做的時候 就這樣 那個就要清掉 就要離開那個畫 會補模式 我才能夠用 那麼在這裡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現在 學校做系統 應該都已經是WIN7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可能剛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會閃爍 你們那會閃爍 正常應該是不會啦 就是我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在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有沒有發現我還可以操作的 有沒有 但是這樣各位眼睛會不舒服 所以我先把它換回家 其實就是 它有一個叫做Live ROM 也就是說你可以放大的時候 我再繼續裡面再繼續操作 有點類似那個WIN7 那一天的放大鏡那種感覺 但是它是針對我指定區域去做放大 直接做 這樣會有時候某些情況下 我們這樣會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一點 那它主要有幾個功能 你如果不想進化這件也可以 您在上面直接按右鍵 它主要是這幾個 第一個放大 第二個畫圖 有沒有 繪圖 第三個 剛剛忘記用休息時間 你看多人休息不休息嘛 這個 這樣 好不好 這樣 他們這樣會離開電腦了嗎 不離開看這倒數也沒意義啊 哈哈哈哈 好 開玩笑 這個是偶爾會用到一下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它這個裡面呢 如果你是要畫圖的話 其實它裡面快速鍵都有寫 都有寫 我先進到它的選項給您看一下 它上面也有寫 畫圖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搭配那個什麼Ctrl加 快速鍵內定的 顏色的部分就是 您認識的 玉色是紅色 紅色 然後綠色 藍色 有沒有 橘色 你都是第一個 第一個按鍵 所以如果說 您今天 比如說我在講這一段內容 Tancel加2 有沒有 馬上編成螢幕會輪流模式了 那我現在這個地方要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有沒有 滾輪 搭配滾輪就好了 前進放大 往後縮小 往後縮小 有沒有這樣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但是 建議老師啦 減少到那邊滑來滾去 這樣眼睛會不舒服 我通常會要放大 我就是定位放大 所以定位放大就是 我現在要在這裡 對不對 我游標就在這裡的 因為 當我游標在這裡 當我放大的時候 Cancel加1次放大 有沒有就直接這裡放大了 你老是在那邊移來移去的 會暈車 會暈車 所以我比較少做這件事情 所以要嘛 我就很快就移到主要的地方 好 那你點一下滑鼠就可以繼續 你就按一下滑鼠的 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想移到別的地方去講內容 對不對 我可以按一下滑鼠 右肩按一下 這就會變成移動 有沒有 移動 移到我要認識之後 按一下滑鼠左鍵 欸 它又恢復成會堵模式了 所以它好處就是說 它沒有任何的干擾 你如果有進化度鍵的話 它是沒有任何干擾 那就是可以繼續使用下去 所以這個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稍微試試看看 如果說您要 這個 畫了之後要插掉怎麼辦 Eraser 就是鍵盤槍的1 ABCD的1 Eraser沒有插掉了 畫質鍵就是Shift 畫質鍵就是Shift 所以它其實常用的大概就是這些 我大部分都是用這樣做比較多 比較多 那你如果這個地方畫錯了 Ctrl加氣有沒有還原 可以一步步還原回去 當然如果你重點都已經標示完成 Ctrl加S就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跟我們剛剛那個一樣 跟剛剛那個一樣 所以其實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簡報工具 而且因為檔案很小 不用安裝 直接用了就可以 這個是我們 稍微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這兩個 這兩個部分 那其他我就先暫時不分享 就先暫時講到這邊這樣 OK嗎 可以嗎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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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